藝術的整合 3. 音乐与文学的整合 3.1 早期声乐 礼仪音乐 从广义上讲,礼仪音乐包括神圣的和世俗的音乐。 尤其是在东亚,礼仪不一定是宗教性的。 3. 礼仪音乐是最早的音乐,也是流传最久的音乐。 今天,许多古老的礼仪音乐仍然存在。 中国及周边国家 雅乐 最初是在中国古代皇室和庙宇中表演的古典音乐和舞蹈形式。 雅乐的音乐与舞蹈是由诗文衍生出来。 8.5 和6.5 中我们事实上看到舞者笔画出每一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念诵佛教是用或受佛教启发的咒语,包括多种文化的多种流派。 佛教净土宗重复阿弥陀佛的名字。 日连佛教徒反复诵读南妙法和联经。 日本天台和真元宗佛教中唱声明。 藏传佛教诵经用喉咙歌唱。 其他早期宗教的音乐 日本。 神道音乐是神道教的祭祀和节日音乐。 神道是日本的土著宗教。 印度古代祭祀音乐 印度古典音乐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 一千五百年。 早期的婆罗门教费陀经典。 其中的斯美德和瑞德可以唱颂。 是祭祀用的音乐。 古犹太,西伯来的声乐。 古犹太,西伯来的声乐。 礼拜中主要的旋律角色是哈桑·康托尔。 欧洲中世纪音乐 葛利国圣歌 葛利国圣歌是中世纪天主教的音乐。 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圣歌集。 大约有三千首。 僧侣发明了一种缩写符号系统,称为牛母谱, 因此所有的歌利国圣歌都被记录下来。 最有名的一首是 Root Quint Lexis。 它的歌剧开头歌词是 Root, Ray, Me, Fa, Sol, La. 而音高是C, D, E, F, G, A。 因此后来成为唱名。 Root Quint L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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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ie Simons 与普罗恩斯的Truber Wars 和法国北部Truber Wars相似。 他们以中世纪的宫廷爱情传统写琴诗。 文艺复兴 音乐与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 在此期间,神圣和世俗的音乐作品大量增加。 在欧洲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大教堂,作曲家为他们创作了音乐,大部分是声乐。 诗俗音乐也变得非常流行,尤其是歌曲和木歌,有时伴有乐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后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